阿航残骸巡扩,118人全亡 昨天各方证实 阿尔吉利亚航空AH5017航班 坠毁在马力北部靠近布吉纳法所边境 机上乘客全数罹难 试试的MD-83型客机 是由西班牙Swift Air所有 租借给阿尔吉利亚航空营运 AH5017前天凌晨 从布吉纳法所飞往阿尔吉利亚 飞机起飞不久 机长就因暴风雨 向机场塔台要求改道1点55分失联 有目击者称 看到飞机在偏远的戈溪上空下坠 目前已经找到一具黑盒子 而残骸分布范围集中 现场汽油未重 初步研判最有可能是天气因素 或技术问题造成失事 东新闻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